哈喽 各位全員大家好 欢迎来到吴老师会客室 很开心 我们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专题 我们将用这个十神的深刻变化 为我们大家来介绍 关于这个十神专题传承班 内容应该很多 所以今天吴老师会看小超跟讲义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这个故事来听 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印象跟记录 我们将用这五种方式来跟我们介绍 每一个十神在我们的八字中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地位 一开始这个十神他从神煞的角度中 他会产生哪一些对我们的这个命主 或都是圣主所产生的格局 第二个就是这个十神 他所产生的行冲和害 那行是什么呢 行就是缓 我们如果在八字中看到他的这个地支有行 他就是表示是缓的意思 缓慢的发生 那如果是年柱跟月柱相行 年柱相行 他大概就有三十二年的悲苦 所以我们在看到八字的时候 绝对绝对 这个生小孩不要帮他生这个有相形的 那如果是冲呢 冲者就是 冲者就是发的意思 就是他速度非常快 决定可能是三秒钟的事情 那就是冲者为发 如果也代表善 也代表善 发跟善两种 发跟善 如果呢他的这个年柱跟月柱相冲 也表示呢 会离开主业 或者是会善主业 这个要非常注意哦 如果我们这个 看到一个人的八字呢 他的这个年跟月相冲 那我们就要注意 那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姓名学校 他一次出生的时候 用姓名学方法破解 或者是在他柱的地方 他柱的这个方位 方法做破解 和呢 和呢就是有结果的意思 一个人呢非常重视呢 这个一辈子的结果嘛 所以呢 一个人出生的年他不能决定 那我们就帮他决定他出生的石啊 从这个八字 所说明这个根苗花果里面呢 呃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 马年生的人 他生在城市 这叫马化龙居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呢 工作非常的辛苦啊 或者是要多劳少成 但最后的结果呢 是可以一飞冲天 就像这个易经所说的 飞龙在天 这个是 我们在讲的这个合局 那最后就是这个害局了 害表分离 变数 或者是变卦 有很多的变数在里面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八字 如果有害 他就是分离变数变卦比较多 那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音箱里面呢 害是那个冲是第一名 冲是第一名 我们要先论冲 第一名是冲 第一名是冲 那害呢是由 地支六害是由地支六合而来的 有害之前必有N 所以害呢其实不影响 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最可怕的是冲 我们在排八字的时候 我们要看他的石神 如果产生相冲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注意 再来是石神与六亲的关系 我们这个 石神呢 他跟六亲呢 他会有一些联系 那过去呢这个所有资料显示 他其实呢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他有五行相生的对应关系 五行相克的对应关系 那真实的呢 他印照跟对照我们的六亲 这六亲就是 我们的父母亲兄弟姐妹 老婆小孩 这些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的 我们在简单的 用比较仔细的方式 用石神酸提传承班 来跟他们做分享 再来就是格局 那这个格局呢 过去有什么政财阁 偏财阁 建路阁 重阁 那这些格局呢是书上写的 那在书上写很多这种 名人 那他们这些名人 其实我们在路上很难遇到的 吴老师会客室呢主要 服务的对象呢 还是这种平民百姓 比较多都是伸斗小民 就是大概每个月 赚钱大概七八万这样子 这种人居多 那年收入呢 可能一两百万 一辈子呢 可能就赚了三四千万的财富 我大部分都是遇到这种 所以呢 在这种格局的运用上面呢 比较不灵验 或者是说这个比较 没有那么实际的 这个操作经验 所以在格局的部分呢 我们就简单来说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人 他在政财阁偏财阁 那到底他的 他有没有天透地藏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介绍 再来就职业了 那职业呢是指说 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那这个也蛮重要的 就一个人 他现在目前工作遇到困难了 或者是说他想要转业 那哪一个行业 或者是哪一个工作 他适合他比较 他走的比较长远 长远或长久 那再来就是喜记了 就是一定有的人 他的这个命格里面 哪一些省 他看到特别喜欢 例如说有人喜欢政财 可能有人就讨厌政财 那政财就是表示 稳定收入的裁员吗 一个月可以赚7万块以上 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 这样不好呢 那这个就是状况不一样 那就像是这个 我们前阵子有批一个 这个立法委员 一样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 这次选举大概花2000万以上 这个是一种破财损财的行为 他一定就说很正常啊 哪有人选举不用花钱的 重点不在于花多少钱 重点在可不可以选上 所以你看 他的喜神就不是财的 我们就从这边看 我们说喜神就不是财 他的喜神是官 那他的祭神可能就是什么 他祭神就是三官 用这样的很简单的方式 马上就可以什么 论断结果 我们还是强调了 这个叫做以果决其行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那中间的过程是 要研讨的跟讨论的 他用神就是 他用什么样的神 来帮助他 这件事情能够通达 然后顺畅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用这样的方式呢 跟我们大家来做介绍 好 好 我们就先介绍三官 出现桃花中的桑 桑十足 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颗桃花星 有点桑 他就是一颗桃花星 好 那桑桑呢 所代表的呢 是蟹绣 也代表欲望 但他的欲望是有新的 也代表情欲 也代表情欲 那这个 如果三官太复杂的人 我们就会说这个叫淫乱 因为这组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呢 在讲三官 这颗星呢 是男生女生都不喜欢遇到的 男生女生都不喜欢遇到的 是一颗非常恐怖的星 是一颗非常恐怖的星 他是一颗桃花星 他代表是一个人的蟹绣 所以巴士戴三官的人 能言会道 人见仁爱 人言会道 大家都喜欢戴三官的人 基本上 一人如果没有戴三官 红不久 一人如果没有戴三官 红不久 可是呢 戴三官就很容易怎么样 有桃色新闻 所以你看很多这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年轻的人 很奇怪 走三官那一年都被抓去关了 最近太多了 或者是走桃花年 刚才有没有查到 隐武虚的人见卯 隐武虚年生的人 出现卯那一年糟糕 又被抓去关 或者是 产生一些问题 像台湾有几个艺人 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 很莫名其妙 那不是莫名其妙 密盘中都可以看到 就是遇到了 所以 三官星的十足 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桃花星 十足的三官星 也会有十足的桃花的效果 那桃花呢 他所产生的这个 欲望情欲的问题 太过了就是 淫乱 那 那三官呢也表示低道德标准 这个我把这边擦掉 这个我把这边擦掉 或是无道德标准 我这个 我每次在讲这个时候 我都觉得很害怕 我怕被三官人打 无道德标准 举例 举例 举例来说 走斑马线这件事情 大致有正财正观正义的人 他会坚持走斑马线 或者是看到这个天桥 他会坚持走天桥 不会红灯右转 不会红灯左短 甚至是左转右转还会让人家 三官不是 一马当先 很怕他会输人家 把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起跑点当作是竞赛点 把所有的这个 斑马线当作是竞赛点 这个 三官就这样了 他会有走在什么 法律的边缘 政府不能说不可以做 即便是政府 都已经不能说不可以做了 没有抓到的 所以八字带三官的人 八字带三官的人 什么是犯法 被抓到才叫犯法 被抓到才叫犯法 这个是三官 你应该说老师 这样讲太武断了 没关系 八字带三官的人 都有牢狱之灾 八字带三官的人 都会口实是非 八字带三官的人 都会遇到 都遇到文件的问题 常常都文件牵挫 不然就是 在文件上 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三官就是这样子 控制不好 都是官司诉讼 就是 口实是非一大堆 口实是非一大堆 必欺杀还严重 必欺杀还严重 欺杀之之无鬼 三官不是 三官会殃及与此 违惑百端 一百种获端 本身带伤就会这样 本身带伤就会这样 那如果三官见官更明显 三官见官更明显 那种 无道德感 低道德感的强度更强 无道德感跟强度更强 好 三官在黏住 虽然很残忍 但是还是要讲 我们在补习班教书 我们看到 黏住带伤的人 爸爸或妈妈都不在 有可能是两个都不在 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不在 或者是 两个的感情不是很好 两个感情都不是很好 那这种 黏住带伤的小孩子 黏住带伤的小孩子 特别成熟 特别找熟 看到他就 乖乖牌很乖 都没有那个 什么状况 那因为他 家庭不睦 他很怕被人家欺负 可是呢 三官也代表是什么 桃花 带刺的玫瑰 又长得很漂亮 所以总是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发生 这个就是带伤官 那在现在这个环境 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我们有儿少保护法 我们会保护他 那我们会觉得这个小孩子 个性也比较奇怪 就是怎么会 什么好像不太跟 不太跟童年年龄打交道 很会察言观色 这个三官就是这样子 三官就是这样子 所以黏住带伤的小孩 特别成熟 可是考验不好 考验不好 因为三官就是会 伤害正观嘛 考验不好 就觉得这天长都好乖喔 都会帮我们老师做事情 帮什么 就这么考出来就二三十分 奇怪了 教他都说会啊 理解能力一流 考验几差 聪明不过三官 灵力不过七杀 他是聪明的 很聪明 问题考验不好 一遇到考试就肚子痛 一遇到考试就眼睛不舒服 一遇到考试就肚子 各式各样奇怪的机会出现 为什么因为三官见官 没有官他都会产生 没有官都会产生 这个时候就是 要这个 多念这个文昌帝君英字文啊 如果我们有学的话 就可以念这个 解任咒 帮他唱尾微笑 或者是印各式商 用印各式商 印呢他遇难成想 或者是 这个以后有神煞 叫做天德悦德 用天德悦德来化解 这个三官的气场 那当然三官呢就是非常 非常挑剔啦 这个个性比较挑剔 要求完美 他是一个完美的心 他是一个完美的心 但是他要求别人完美 自己不是很完美 自己随便就好了 刚刚有提到吗 低道德感 无道德感 甚至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这就是商 好 年住在商 再来就是石住在商 好 时间在商官 这个就是小孩子的问题了 这是小孩子的 男命呢 男命以什麽 以官煞论子息 女命以食商论子息 这两颗心很复杂 所以我留在最后讲 商官见官 为后百端 所以年住如果 他的石住如果有带商官 就是他的小孩子 如果是女儿 会死 这个寿命不长 寿命不长很可怕 这个跟大家说明 如果带七上 小孩子如果是七上 年住带商 小孩子是七上 没办法管教自己的小孩 小孩子完全不会听他的 所以如果男命呢 他带商官 男命如果带商官 是在他的石住是带商官 小孩子大部分都是很奇怪的 不是很叛逆 不然就是会造成什麽社会事件 上头条 好 让他这辈子呢 损死在这里 就是前面风光明月 后面 没办法高风两劫 这个 很莫名其妙 所以这个商官真可怕 不要生小孩就没事了 这个逃避事情的做法 那我们 当然有很多方法 可以解决跟处理 看人 看人 有没有缘分 我们就这样子做 那如果女命呢 女命如果带商官 首先呢 商官克的政治官嘛 所以他老了时候 49岁 这里是49岁 一定会再嫁 就离婚 把老公干掉当肥料 自己再养个年轻的 体力好的 以前我们有讲嘛 三十如狼 四十如五 五十做地能稀土 自己去谚语 刚前面不是有提到吗 那代表的是什么 欲望啊 没有错 当他的年纪走到这里的时候 那个欲望强烈到不行 商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心 桃花很旺 四十几岁 皮肤可以滋嫩到 二十几岁的女生 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是商官的特质 好 那里面的商官呢 代表是儿子跟女儿嘛 所以里面如果带商官 小孩子也非常容易流产 小孩子也非常容易流产 所以 这听起来商官不是很好 唯一的好就是他有个好皮囊 他有个非常聪明的脑袋 那就看大家 之前有讲过吗 代商官就是 智商100分 EQ是0分 智商是100分 EQ是0分 那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 由各位去判断 由各位去判断 我是喜欢代商官的人 因为非常聪明 跟他讲话就ok了 但是如果代商官的人 那进来我家呢我很害怕 或是当学生我也很害怕 就是想法太多元了 控制不住 如脱缰的爷嘛 那当然啊 瑞瑪二人旗嘛 这个赤兔嘛 没有遇到官老爷 也只是一匹爷嘛 那我自认为不是官老爷 很难驾驭代商官的人 所以 我们如果自己本命代商官 也要注意喔 如果你不是官老爷 没有这个正义的特质 你会控制不住这个商官 在任何的 签送文件 包含的这个说话上 一定要充分的小心跟注意 那同年喔 如果我们遇到流年是商官 一样 如果我们遇到我们大运是商官 一样 都做一样的解释 那样的话我没有做 但是都是淫乱的 淫乱的 都是低道德感 都是一种破坏的 那你说工作会顺嗎 绝对不会顺的啦 商官那一年就是要换工作 商官那十年的大运 那十年来的都 十年的运都所求皆不得 有强大的无力感 这是商官 好那 这样子的我们人之常情 总是不能都讲不好的嘛 商官那你会跟他说 太棒了 你会做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改变 商官这一年的桃花非常的旺盛 以前都没有人来追你 现在有好多人来追你 还靠追你 真好 甘心非常的丰沛 那如果你在这一年呢 去参加歌唱比赛或演艺表演 能够声名远播 不错 真的不错 如果是在公司上要上班 很抱歉我会被开除 真可怕 真可怕 这就是商官 这就是商官 好再来我们再讲师生